8月6号,新疆举行疫情防控第20场新闻发布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尚玉兰说,昨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为对集中医学观察人员进行核酸筛查时发现的。 新疆卫健委官网显示,8月5号零时至24时,新疆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8例,新增确诊病例均来自乌鲁木齐。 不会造成新的社区传播,请大家不要恐慌。 据报道显示,乌鲁木齐市已经对高风险区域居民进行了至少两次核酸检测,同时从8月4号开始,乌鲁木齐市还对出现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社区、居民小区、集中医学观察点等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高危易感人群开始进行新一轮核酸检测。 记者从7月31号、8月1号、8月2号、8月3号、8月4号五天新增确诊病例书里显示,分别新增确诊病例为31例、30例、28例、28例、27例,新增确诊病例持续在两位数。 确诊病例自7月31日以来,呈波动式下降,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整体发病水平下降,但又伴随小幅度波动的情况是常见的。 所以,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不允许我们有丝毫放松。 通报中,当地政府对接受医学观察人员所存在的压力给予了一些建议。 正确认识疾病,理性接纳事实,既不侥幸,也不恐慌,保持积极理性平和的心态。 面对焦虑、抑郁、烦躁等情绪时,寻找合适的情绪输卸方式。 如果心理压力较大,自我调节时效,建议及时寻求心理援助。 截至8月5日24时,新疆现有确诊病例637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30例。 截至8月5日24时,新疆上有1730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